怎么又有狮子会的成员没有戴口罩了呢 这次是新竹市某狮子会 上个星期在餐厅聚餐 被人发现很多成员都没有戴口罩 也看不到梅花座还有隔板 被质疑是防疫破口 会长出面说明了 说当天部分人员合照脱下口罩 是考量和日本狮友会交流 才正式拿下来拍照的 对于防疫瑕疵深感抱歉 对此新竹卫生局表示了 将展开调查 如果违法最高将开罚 一万五千块钱 跟着音乐扭腰又摆臀 气氛看起来很不错 只是镜头一扫到台下 不少人没戴口罩 餐桌上也没隔板 新竹地区狮子会十六号举行餐会 但说好的防疫呢 戴上黄色帽子穿上背心 市场距离却没落实 和饮食跟直接脱下口罩 还把照片放上脸书 今年五月狮子会财报发群聚感染 如今又没遵守防疫 被批评没有寄取教训 本会和日本友会呢 因为都有在做个交流 所以我们在瞬间这三秒钟 有另外把口罩拿下来 然后做一个拍照的动作 防疫上的瑕疵呢 那我们也对这个 这件事情呢深感抱歉 造成观感不佳 狮子会表示将检讨改进 不过卫生局将展开调查 如果违法将会开罚 只能说想要喝酒聚会 不是不行 但防疫措施不要松懈 毕竟疫情还没真正结束 可容不下又一次的防疫破口 华人新闻送几行装迷线 新竹报道